聊科技动态,看创业新方向,这里是嘉林说 2020年,自媒体领域,目前最受关注的可能就是微信的视频号的推出 今年1月份,在广州微信公开课上面,张小龙通过视频正式的公布,视频号即将推出 随后,开始有一些自媒体人开始参与了内测 再往后,一部分的用户采与了灰度的测试 我前两天通过朋友也找到了一个邀请的名额,开通了我的视频号,嘉林说科技 提案了两天,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的体验的感受 首先,先说结论 我认为视频号是2020年整个炒根创业的最佳的新机会 原因很简单,视频号的入口就放在朋友圈的下面 他跟朋友圈收一收,看一看,微信游戏是同等的级别的 同时通过这两天浏览内容来看 整个的腾讯其实已经动用了很强大的运游力量 目前能看到的已经被邀请开通了视频号的 包括知名的媒体和机构 像人民日报 新华社 还有一些足球俱乐部 比如说令物浦、曼联 还有影视娱乐明星 像胡海权、宇凡、姜任如等等 还有自民的企业 我看到了特斯拉 另外就是现在已经在其他品牌上 有很大主持量的、知名的自民体人 像胡小波、土磊等等 在品类上也很丰富 我看到了有户外旅游类的、美食类的、健身类的、还有财经类的等等 由此可见腾讯其实有一个很强大的运营的团队 在去做一对一的这种邀请 一旦视频号正式的开放公车 那将是有10亿级的用户流进来 其次 视频号从内容的要求 以及排名的规则来看 更像是视频版的微博 首先内容要求时长不能超过60秒 明确的鼓励原创拍摄 如果你是一些抄袭的内容 可能会面临着很严厉的惩罚 排序规则方面 首先关注的内容会优先排在前面 再往下 是有点类似于现在微信看一看的这种 基于好友关系链的算法推荐 你的好友看到过 你的好友点赞过的 会优先的排在前面 综合来说 它整个的排序规则 更有点像微信公众号的 关注模式 加上看一看的关系链 算法推荐 我个人认为这种算法方式会更优于现在抖音的纯算法推荐 它会更对自媒体人友好 因为抖音现在包括机制头条 它整个的推荐机制是纯算法 它们把它称之为流量池模式 这个模式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 即使你的粉丝也不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内容 所以抖音上百万粉丝千万粉丝 可能它跟微博的千万粉丝是发比的 就是因为它是通过流量池模式 就是你发了一个视频之后 它会首先可能给推送给你的10%的粉丝 然后通过这10%粉丝的一些点赞 玩博率等等数据来去判定你的内容的质量 如果质量好 数据好 它会再给你开放更大的流量池 然后如果数据更好 它会再开放到一些你的非粉丝的群体 这样的话 就是说它整个的内容的推荐机制是完全由平台决定 并不是我有10万粉丝 我的内容一定有12万人看到 所以这样它的粉丝的商业价值 就远远的低于视频号的粉丝的商业价值 那最后再畅想一下视频号未来可能开放的一些新功能 首先就是视频号的小红点提醒模式 现在的视频号提醒还是非常弱 我发了一个视频之后 我还需要手动的点进去 然后到我的个人视频号页面 才会看到我有新增的评论 新增的粉丝等等 如果它像朋友圈那样 直接在二迷菜单 用小红点的方式来提醒 那它整个回忆度应该会更高 第二个就是发布视频的回忆机器 现在发布视频之后 只有用户在刷视频号的时候才能看到 如果它能够像看一看那样 有新内容会有个小的红点 提醒用户再回去 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最后可能是我们作为自媒体人最期待的 就是这种微信好友 或者是微信公众上的粉丝的一键关注 现在你即使是我的微信好友 你还是需要扫描我的视频号的二维码 或者直接在视频号里面去搜索我的名字 然后进入到我的个人的主页里面去再点击关注 这个流程其实就很慢了 如果能够把我现有的这种微信的好友的关系 包括我的微信公众号的粉丝 能够统一的快速导致来的话 这样能够快速的建立整个视频号的设置关系 当然这些其实都是我的一些猜测 或者说美好的畅想 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视频号一定是2020年最佳的创业新机会 好了今天将来说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